中央案件两名消防员拎着装备走到大楼内 几分钟后却是拖着空的担架出来 因为患者已经明显死亡不需送医 只是死者死亡时间已经长达约两周 同住的伴侣却没发现 健身人员晚间到屋内采证带走死者的物品 包括证件、就医证明还有药袋 名案发生在新北市新店 警方15号傍晚接获报案 一名66岁的妇人陈诗嘉中 他的先生这两周都不知道妻子已经死亡 反而是邻居发现异状 有听邻居说靠窗户这边好像多有一点味道 所以老婆其实她行动不太方便 她走路都需要靠墙 还有靠墙壁之类的 都要老公去残伏一下 死者先生公称妻子月初坐在按摩椅上休息 当时以为她在睡觉没有多想 几天后发现妻子从椅子上滑落躺在地上 这时仍觉得是她身体不舒服 就这样妻子躺在地上约两周 先生才打电话给妻子姐姐 说你妹妹没反应状况不太对 对方一听赶快联络管理员报警 她是说她接到的姐姐的电话 对说她好几天没有跟妹妹通LINE了 结果她要她上去帮忙看一下发生了什么事 结果所谓那个伯伯上去以后就下来 吓了一跳扛在地上 当时她神情有没有很慌张 这个看不出 因为她是想说我太太一直叫不醒 目前没有明确事证 只向丈夫设有重嫌 警方暂时将她立为关系人 同住一个屋檐下 每天相处的妻子突然没了呼吸心跳 先生怎么会都没察觉 也让这起命案充满疑点 TVBS新闻无权解决起新北市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